你好,我是TVB 刚刚特首透露阳性情报数字比昨天高 可能疫情有机会上升的时候 社交距离措施和复货是否会继续上升呢? 政府有没有指标升多少才不放宽 或者升多少才不会阶段式放宽呢? 亦都见到一天升那么多的时候 是否证明了很多人做这个快测呢? 亦都有人因为这样而情报了 是否都找到一定的隐形患者? 首先,具体的数字 卫生防务中心在整理中 我刚才只是预先告诉大家 4月8日那天 鼓励全港市民去做这个快速抗原检测 是有成效的 因为如果不做 一般的发展 它应该是无论是核酸检测 或者是快速抗原检测 移情阳性的个案会持续下降 这个趋势我们看了两个星期 都是持续下降 虽然下降得不是很快 现在还有两千多个个案 就是持续下降 但是今天下周大家会看到 我相信核酸检测情阳性 是会继续持续下降 但是快速抗原检测情阳性的数字 是会上升 但是上升的幅度 并不如一般预计说 突然间出现一两万个 所以早前大家就问我 如果出现那么多 你能够搞得行吗 你有没有足够的设施 或者能力来应对 所以我获知它不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昨晚已经响光灯了 那么多个特首我怎么做 特首是没有这个 就是说是很在我们能力以内 能够处理到的额外 情报的阳性的个案 如果只是这种的幅度 加上那么大型的快速抗原测试 大家一起做 都是这样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说在社区里面 就不是多得那么紧要 这些隐性的传播链 这个和我们其他的监测指标都吻合 现在无论是污水监测 或者是做遗风抢检的时候 在一座大厦里面找到的阳性个案 或者是市民自己愿检尽检 衰检尽检去那些社区的检测中心 全部都是呈下过 大概的百分比是剩下百分之一 这个真是一个好的消息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 4月8日做快速检测 不是做到很多阳性个案 是失望的 大家应该是开心 我也是开心 所以如果是继续 这三天都是这样的轨迹 就是它会升 但是不是很大的升幅 那我们更加有信心 在复活节假期之后 就可以按着我3月21日公布的工作 去推展 因为当时就是说 只要疫情不会反弹 也都继续持 随于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我们就会在社交距离措施那边 就是分三个阶段 三个月呢 就绝大部分的措施都会放宽 另外学校也都可以在复活节假期之后 是逐步给学生回到学校面秀课堂 我觉得处理这个疫情 用这一种科学的方法 是好过去用一的数字 就是你说要跌到多少 又要做回转 因为有很多因素 我们又要考虑社会接受的程度 譬如服货 又要考虑对小朋友 如果再不服货的伤害 所以永远都是一个不断平衡的工作 但是有一个数字我都想提出 就是我已经做了这个每天的发布会 就是足足一个月了 如果我们的数字下降到每天三位数字 我打算就是结束这个每天的新闻发布会 我仍然很乐意见大家去谈各方面的问题 但是恐怕大家都很闷 也不是很多事情去问关于抗疫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早点在这个场合消失 就是说香港的疫情已经继续受到控制 每天的公布数字已经是跌穿了一千 是一个三位的数字 多谢 是的 这位 谢谢 你好 有线电视的 有四条问题想问 第一个就是候选人资格审查会的官首成员 现在只剩下两个 之前就说会任命多一个主要官员 何时会任命呢 以及特首现在的选举提名期已经开始了一个礼拜 李佳超也宣布了会参选 那现在资深会的主席的职位 现在都在远空中 会不会来不及去确认一些候选人的资格呢 那之后顶替政务司司长的官员 会不会兼任主席的职位 那第二条就是 刚刚我记者问到 就是全民快速测试的反应是如何 想问政府是用什么准则去评估这个 这个措施的效果 有没有说 就是预计会有多少个人 在这三天里面 会透过快速测试平台 情报阳性个案 那有没有说多了多少个个个案 才叫做有效呢 四个问题 涉及都是很不同的范畴 第一就是资格审查委员会 我早前都说了 随着李佳超辞任政务司司长 和早前徐英伟也是辞任民政事务局局长 现在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就剩下两位官方的成员 也没有主席 所以我会再次委任 委任的人选一定是来自 按着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款 得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员 但今天就未能公布 我相信下星期就会公布 委任了哪一位官员 作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席 因为主席不需要一定是政务司司长 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要求 提名期一直到四月十六日 而是香港选举法例 我们需要在四月二十三日 就有核准了的候选人 我是完全有信心 资格审查委员会会在这些日子之前 成立到开会 来对确认参选人的候选资格 第二个问题就是反映 4月8日、9日、10日 希望全港市民自愿做快速抗原检测的目的 很清楚了 一方面就是让政府更加好掌握 现在社会的整体感染情况 另一方面就是让一些感染者 但没有病征的市民可以尽早知道自己是一个感染者 从而注重个人的卫生 不要传播这个病毒 亦都给政府能够为它提供適切的家居支援 隔离或者治疗的服务 我当然希望越多人参加越好 但由于它是自愿性 而且是绝大部分是阴性的结果 亦都不需要情报 所以根本是没有办法知道 究竟有多少人做 我们也不会特别去用某种方法去寻求这个数字 我知道有些传媒就在街上问 或者打电话问 或者在某一些群组去问 但是也不是一个科学化的做法 事实上问完也不是很有作用 我们其实就是要多些人做 多些人做的好处就是令到我刚才说的掌握感染情况 就是那幅相片 如果是一幅即影响相片 那幅相片会漂亮很多 就会完整很多 亦等更加多感染者 但没有病征的人 可以更加早被识别出来 但是我掌握的数字就是4月8日进行了这个即日 但因为它有24小时情报 所以这个未必已经是 今天下午4点半公布 因为快速抗原测试成功情报的阳性个案 未必是完全反映在4月8日做了快速抗原测试的市民 以呈阳性的整体的结果 因为它有24小时情报 但只要它被我们一直看到的下降趋势 不是的是上升 即是透过这个行动 是多了人被我们识别出来 于是对我刚才说的两个作用 都是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但当然作用越大 就是要靠越多人来去参加